簡單兩句話講一下台資光跟台北市政府的連結 好龍斌當市長時期 簽給了他一個25年的超級長約 他可以有優先議價權 優先使用權以及簽約相關的金額 都比民間要來得高 一個名義代表的工作是監督預算把關預算 希望市府的預算不要被濫用 國民黨的陳崇文議員 居然是在議會質疑這件事情 他認為價格應該要更高 當這樣子大辣辣的在議會殿堂 護航特定廠商之後 他的帳戶就出現了無法解釋的金流 國民黨的規定規定很清楚 如果有黨員犯罪涉嫌重大 被法院用高額保釋薪拒保 羈押或一審判罪有罪 那得由中央考機會先行停止黨權 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 國民黨的市議員陳崇文 現在已經被羈押了 你不用說明嗎?